是, 爹, 你認為我該怎麼做才對呢? 國家有難, 當然以國事為先 靜兒, 你暫時別回桃花島了 趕往襄陽城, 幫他們守城 這裡離靈安不遠 我想先趕往靈安 把這件事通知朝廷大臣 沒用, 當今朝廷昏庸 即使你見到甚麼丞相將軍 他們也未必聽你的 那我該怎麼做呢? 時間緊迫, 你馬上趕往襄陽城 好吧 襄陽是大宋的軍事要點 如果被蒙古佔領, 形勢就壞了 說得對 靜兒, 你馬上趕到襄陽城 如果那邊的將領聽你的 你就幫他 如果不聽, 你就宰了他 帶領全城的百姓死守襄陽城 好, 我現在就去 靜哥哥 蓉兒, 等我辦完大事以後 就回來陪你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想跟你一塊去 去… 爹, 你的意思呢? 也好, 兩人一塊去互相照顧 但事完之後要馬上回桃花島 就算朝廷有甚麼賞賜也要推辭 好 那當然了 好, 我們走吧 蓉兒, 咱們也很累了 不如先在客棧住一晚 明天再趕路 好 醒醒醒, 醒醒好… 好, 醒醒好… 老闆, 給點錢吧 就給一個臭銅板 怎麼?你還嫌少? 你還要多少臭藥飯的? 給錢你當我是甚麼人? 當你是要飯的 要飯的?要飯的也分好幾種 你是哪一種? 我是要飯皇帝, 要錢起碼一定要錢 你說甚麼?一定要錢, 你要去攤子 你給不給?不給, 不給 給點厲害 給… 快拿來 走 兄弟們, 有酒喝了 怎麼? 喝 慕念慈? 他在這幹甚麼? 彭長老, 你以前不是說過 這女人很合你口味嗎? 當然, 喝了 他以前是楊康的老婆 楊康已經死了 兄弟們 這麼漂亮的小妞 要不要享受享受? 要… 要呢?就給我了 好, 謝謝你 好, 謝謝你 謝謝你 大水 小寶貝剛睡著了 你看看, 我買的風船好看 你這個做媽的 從早到晚老是買東西給兒子玩 對了, 我還給你買了一匹布 怎麼又給我買東西了? 收下吧, 幸虧有你幫忙 不然的話, 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兒子長得這麼可愛 我已經把他當成自己的孫子了 等他爹回來以後 我想他看見了一定很開心 你好像有甚麼心事, 穆姑娘 沒甚麼 對了, 這匹布我還沒織好 我把它織完了 穆姑娘, 還認識我嗎? 你是… 有一次顏康不是跟你來過我們丐幫總舵嗎? 我就是那個彭長老 我想起來了, 你是彭長老嗎? 是啊 像這樣的地方怎麼能夠住人呢? 是啊, 以前金國太子在的時候 吃的是真修百味, 穿的是零鑼綢緞 現在可差得遠了 穆姑娘, 如果我是你 我就會再找一戶好的人家 舒舒服服地吃上幾年豐盛的茶飯 那麼就… 你們快出去 他趕咱們走 這麼沒有人情味 怎麼說, 咱們也是老鄉師 是啊 你以前是跟楊康一塊混的 又好不到哪兒去 快點走 對呀… 我本來就不是甚麼好人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 就說我再壞 也沒有楊康那個壞蛋壞吧 楊康那臭小子你都跟了 我怎麼說也比他強吧 你太卑鄙了, 你快滾, 不然我不客氣了 生氣了, 你生氣人更漂亮了 兄弟們, 你們說是不是? 對呀… 說老實話, 其實你跟我也不錯 我擔保你吃得好, 住得好 黃飛做得久了, 做得要飯婆也不錯 你敢動手, 來 追 我求求你, 忘了我吧 這麼漂亮的女人, 我怎麼能浪費呢? 住手 我還以為遇上誰呢?原來是你這鷹賊 臭丫頭, 怎麼到哪兒都碰上你 除非以後你做好人 要不然的話, 你還會再碰到我 楊康慈禮 上 好… 饒命… 鐵哥哥, 殺了這狗賊 不要…饒命 郭大哥, 算了他已經受了重傷 就放了他吧 放了我吧 快點滾吧 我滾 穆姐姐, 你不要緊吧 不要緊, 好在你們及時趕到 我們因為趕時間才走這條小路 不然也碰不上你了 你們上哪兒去? 是這樣的 蒙古大軍快要攻打襄陽了 我們趕去報信 趕走了豺狼, 又來猛虎 我們宋國太慘了 楊大嫂… 楊大嫂… 大婶 楊大嫂 她怎麼了?來 她是楊康的兒子 楊康一生做盡了壞事 這孩子可不能再去楊康一樣 你放心吧, 我會好好照顧她 穆姐姐, 你單身一個人 又要照顧孩子 如果有甚麼困難 就跟我們說一聲 謝謝你們的好意 我現在過得很好 她很懂事 我心煩的時候, 她就會對我笑 穆姑娘, 為了這孩子 只好想這樣吧 我們辦完事以後 你跟我們回桃花島吧 如果有這個需要 我一定會去找你們 對了, 你們該趕路了 你要多保重 保重 對了, 這孩子叫甚麼名字? 我給他起了幾個名字 我都不太滿意 對了, 你和楊康是結義兄弟 也就是這個孩子的長輩 不如趁現在給他起個名字吧 好啊… 靖哥哥, 你就幫他起個名字吧 當年邱助基道長幫我們起名字 是以靖康為名 意思叫我們別忘記靖康的恥辱 可惜楊康多行不易 我希望他長大以後有過必改 不要再像他爹那樣 這樣吧, 我看叫他楊過 穆姑娘, 你覺得怎麼樣? 好啊…這個名字起得真不錯 楊過…有過必改 這個名字起得好 太好了… 穆姑娘, 時候不早了, 我們要趕路 請 保重 靖哥哥, 有一件事我很不放心 甚麼事? 見到楊康的兒子以後 我總覺得他長大以後 一定會對我不好 真傻, 怎麼會這麼想? 你別忘了 說起來, 楊康是因我而死的 不會的 穆姑娘知道是楊康要殺你 誤中了軟胃甲之毒而死的 根本與你無關 要怪就怪楊康自己居心不良 你們幹甚麼? 這位大哥 小明有重要軍情, 禀告呂大人 甚麼軍情? 事關機密 我們要見到呂大人才能說 我們呂大人有重要事情要辦 你們走吧 你們這把狗賊… 蓉兒 這位大哥, 麻煩你幫我們通報一下 說這件事關係到襄陽城的安危 所以小明要親自禀告呂大人 有甚麼說的?走… 你想見呂大人求一官半職是不是? 早點說嘛 老規矩 馬賢卓叫一百兩 守成將叫五百兩 明白了? 兩位的意思是… 你真糊塗還是假糊塗? 你真糊塗了 我們晚上再來 好 要刺卡…快抓住他 你真糊塗 李大人, 小明郭靖有重要軍情向你禀告 來人, 有資格, 快抓住他 快叫他們退下, 讓我殺了你 饒命… 還不叫 退下… 饒命 靖哥哥, 這狗官交給你了 李大人, 小明逼不得已這樣做 但我們知道蒙古大軍快攻打襄陽了 勞煩大人馬上通知全城居民合力護城 不會吧, 蒙古大軍跟我們是有吧 怎麼會來攻打襄陽呢? 站住 大人, 你要相信我 事光國家安危 因為襄陽是大宗軍事上的屏障 大人要全力想辦法合力護城 是, 是這樣的, 我一定照辦 站住 李文德, 你說話可要算數 如果你做不到的話, 我第一個就殺你 是…我一定會把那些金兵殺得騙家不撩 是蒙古兵 是…蒙古兵 李大人 是 我希望你以國家為重 一定…我一定會以國家為重 你們放心吧 那我們就告辭了 好…請 是… 報告兩位王子 有位自稱是襄陽城的使者求見 襄陽有使者來了 他怎麼知道我們來了 大哥, 我們要不要通知父王 先別去 我們見了那個使者再說 根據我們的探子回來報告 襄陽城沒有一點動靜 難道…是他們的誘敵之計 大會兒我們先問問那個使者 大家不要輕舉妄動 請他進來 是 兩位王子, 襄陽使者到 參見兩位王子 免禮 宋國派你來有甚麼事嗎? 小人是奉襄陽城安撫使 呂文德大人的命令 來拜訪兩位王子的 呂文德他怎麼知道我們來了 呂大人早就知道了 因為蒙古大軍和宋國乃是友邦 特派小人奉上珠寶一箱 作為慰勞蒙古軍隊飲食之用 請笑納 呂文德他還說甚麼? 呂大人還說 襄陽城有七萬大軍駐守 如果蒙古軍隊想攻打經國的話 襄陽城的軍民願意駐貴國一輩之力 呂文德真的以為我們會攻打經國嗎? 當然是攻打經國了 襄陽城兵強馬壯 難道你們會攻打襄陽城嗎? 是不是?兩位王子 那還用說嗎? 我們不過是追殺金國的殘餘部隊 陸進襄陽 呂大人還說 如果大漢和兩位王子有時間的話 請到襄陽城一聚 不必了, 軍情要緊 你回去替我們謝謝呂文德大人 小人知道 請問兩位王子還有甚麼吩咐? 沒有了 那麼想人告退 那個人是誰? 他是襄陽城的使者 襄陽使者? 光榮, 果然是你 你冒充襄陽使者倒挺像的 是你們笨嗎? 當然 我問你, 郭靖是不是在你身邊? 靖哥哥當然在我身邊了 你問來幹甚麼? 大哥, 原來郭靖到了襄陽城了 這個漢狗是存心和我們蒙古為敵 你罵靖哥哥 我不單要罵他, 我還要殺了他 蓉兒, 出了甚麼事? 我遇上拖雷了, 他離城只有三十多里 他們會不會退兵? 我想不會, 成績斯坦的野心那麼大 他知道襄陽有所防備, 還是會進軍的 蓉兒, 再想想辦法 看來這場仗打定了 好, 既然要打 就算犧牲自己也要保住襄陽 靖哥哥, 論武功 天下間沒有幾個人可以打贏我們 但我們面對的是千軍萬馬 就算不要命了, 也保不住襄陽 蓉兒, 快換衣服, 跟我出去 你幹甚麼? 等等, 各位, 你們聽我說 甚麼事?你要幹甚麼? 蒙古兵就快攻打襄陽了 你胡說, 趕在這擾亂民心 我不是胡說, 等他們打來就太遲了 心有此理, 給我抓住他 你們不會逼我 英雄, 饒命了, 英雄 我放了你又怎麼樣?蒙古兵以來 你照樣死的 蒙古人真的要來嗎? 但是呂大人沒跟我們說過 這個狗官之中的享樂 有甚麼事發生, 他只會跑 死的是你們 我們該怎麼辦呢?英雄 當務至極, 你去通知所有將領 在北城即合商量對策 如果你不照辦的話, 就先殺了你 父王, 要不要吃點藥? 不用, 小兵了 小兵難不倒我的 對了, 攻打襄陽城進行得怎麼樣? 我看郭靖的用兵如神 又輸清我們蒙古的兵法, 所以… 脫離, 區區一個郭靖算得了甚麼? 如果父王允許的話 我馬上帶領大軍, 提他的人頭回來 說得, 你們不要太輕敵 郭靖的確很會用兵 這別, 你挑選一些武士 混入襄陽城裡, 打聽一下虛實 如果碰上郭靖為難你們 就合殺勿論 各位將士 襄陽城安撫時呂文德昏庸無能 為了守城, 以後由我來負責 我在蒙古長大, 我最了解蒙古人的心理 希望各位將士忠誠合作 以救國為先 如果誰不聽話, 我就先殺他 兩位英雄儘管吩咐吧 各位將士 正所謂兵為使詐, 勢極用棋 蒙古人兵強馬壯 我們不能立敵, 只可以智取 現在兵分三路 一路埋伏在東邊 一路埋伏在西邊 另一路就留在這兒 各位聽到大炮聲以後 就搖旗吶喊助威 因為蒙古人不知道我們真正的實力 各位明白了吧? 我們都別開了 靖哥哥, 你很累了 先去歇一會兒 我不累 蓉兒, 我們在東邊和西邊都有埋伏 而南面全都是山 我想成吉思汗會從北面攻打襄陽 所以北面一定要撤軍 撤軍? 不錯, 我們現在一定要誘敵深入 最好引陳思汗從北面攻來 而我們就集中兵力 打一場轟轟烈烈的仗 你說得很對 我們就在北面跟他們決一死戰 靖哥哥, 萬一我們打輸了 你一定要跟我走 以我們的武功 蒙古人是傷害不了我們的 蓉兒, 你不能有這種想法 仗還沒打就先想到自己的安危 這樣做法哪稱得上大宋的子民 我們要鞠躬盡瘁 就算命不要, 襄陽城也要保住 是…在你面前 我永遠是壞人, 你永遠是好人 蓉兒, 你又來了 我是以事論事嘛 我看了五目遺書以後 就明白了京中報國這四個字的含義 就算只剩下一兵一族 我們都不能離開襄陽 可是…我們還要回桃花島呢 蓉兒, 你相信我 我們一定會回到桃花島 襄陽城也一定會保得住的 總之, 你在我就在 你死我跟你一塊死 誰叫我捨不得你 進來 郭大俠, 不好了 甚麼事?外面有刺客 折別師父, 住手 吳敬 折別師父, 這麼久不見, 好嗎? 很好, 你呢? 我不大好 我覺得現在受到外族的侵略 我心情很壞 我是封面來打探軍情的 大漢吩咐, 如果見到郭靖 格殺勿論 郭靖, 你為甚麼還站在那兒? 你是我師父 就算我們交手, 我應該讓你一箭 我是折別, 這一箭你死定了 你殺不了我, 成績四汗就會殺你 你射吧 郭靖 你為甚麼這麼傻? 靖哥哥, 折別雖然是你師父 也是你的敵人 你可以讓他一箭 也可以回敬他一箭 說得好, 是非分明才算得上好汗 你還不想告訴 chromosomes 是嗎? 我是私人的雖然是我師父 aped嗎? 靖哥哥 過境, 你也是遮便 師父, 你是見武虛法 過境 我和你的師徒關係就到今天為止 你動手吧 師父, 你回去告訴成吉思汗 有我郭靖就有襄陽 叫他好好保護身體 我要親手殺死他 等一等 哲別, 我們再見的時候 你就是我的敵人 到時候我不會守下留情 父王, 你怎麼樣 怎麼樣 眼下的戰情如何 說 過境在東西都有伏兵 我們不敢輕舉妄動 而正面攻城又遭到頑強抵抗 郭靖 你真的要和我作對 主持, 我們有沒有攻過北面 北面那邊全部都是過原 又沒有守軍 我想可能是右敵之際 不錯 我們就向北面進軍 父王, 那兒可能是陷阱 我明白 我明白 用兵之道就是心中求生 過境故意留空北面 就是想跟我在那決意死仗 好 就讓我打一場漂漂亮亮的仗 父王 父王, 你怎麼樣 父王, 父王沒事 我還要親手把蒙古軍的旗帜 插在襄陽城的城頭 好 靖哥哥, 你再睡一會兒吧 我不睡了, 蒙古兵快打來了 你太累了 我不累, 我還可以支持下去 我聽他們說 蒙古兵有向北移動的跡象 成吉思汗中計了 你先別這麼高興 我想成吉思汗是故意踩這個圈套 明知是圈套還要踩進去 他想速戰速決 就算多死一些人, 多留點血 他也要佔領襄陽 容兒, 那我們的兵力也要向北移了 這幾天來 我發現襄陽軍的作戰能力很差 平時訓練不好 打起戰來就像烏合之眾 還有, 很多部隊都有逃兵出現 怎麼會這樣呢? 為甚麼蒙古兵就能夠眾志成城 而宋兵就像一盤散沙一樣 你生氣有甚麼用? 甚麼樣的朝廷就出甚麼軍隊 大宋遲早都要亡國 不會的, 大宋有很多老百姓 還有很多像我們這樣的人 只有那些貪官怕死, 老百姓是不怕死的 靖哥哥, 怎麼我怎麼說你都不明白 你看街道上, 那些老百姓只顧逃命 有幾個像郭孝天那樣 有幾個像郭敬留在襄陽 你告訴我… 不會的, 我說不會… 我還是勸不了你 回禁之際, 只有一個辦法 蓉兒, 我知道你足智多謀 你有甚麼辦法? 辦法是有的, 但是你的心太軟 我想我說出來, 你也是辦不到 你說吧, 為了大宋江山 我甚麼都肯做, 你說吧 我們趁夜行刺拖雷 殺拖雷? 拖雷是鐵木真最疼的兒子 一旦他死了, 鐵木真一定會傷心過對 可能會退兵 有沒有別的辦法? 拖雷怎麼說跟你也是一場兄弟 我知道你一定辦不到 對, 我不要這樣做 我寧願在北邊和蒙古軍決意死戰 靖哥哥… 不要再說了, 不要再說了 阿朗, 別再說了 阿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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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入襄影之後, 給我投尚三日 季哥哥, 你怎麼了? 蓉兒, 你說得很對 應該大義滅金 我們殺一個拖雷 就可以救回全城的人 為甚麼我下不了手? 那我們事不宜遲, 馬上起程 走吧 父王… 父王… 父王, 你怎麼樣? 父王… 你怎麼樣? 父王… 你怎麼樣? 甚麼?父王…你沒事吧? 拖蕾, 世界上只有一種東西 可以大贏成績死汗 你知道是甚麼嗎? 父王 就是死亡 上天, 為甚麼不讓我多活幾年?為甚麼? 父王, 你會平安的, 父王 快點派人去請郭敬 父王, 郭敬是我們的敵人 以蒙古人朋友的身份去請他 那… 曲 父王 快去 師父 大漢, 我在這兒 過來 師父 靜兒, 你過來 你來了 是 我這次來是想行刺脫離 現在呢? 既然大漢還當我是蒙古人的朋友 那我應該跟你敘敘敘 本來我很想和你決意死戰 但是事已願違, 人為甚麼要死呢? 不然的話, 我真的可以和你逼個高地 大漢… 父王… 你身體要緊, 你歇一會兒 父王… 父王… 當年我和渣木河暗踏結議 終於由我親手殺死他 現在我做了蒙古人的大漢 又怎麼樣了? 早晚我也會和渣木河一樣 埋在一堆黃土之下 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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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事吧? 父王, 你不要緊嗎? 你怎麼樣? 你們一定要相親相親 我們蒙古的強大就是因為團結 你們千萬不要互相殘殺 是, 父王… 齊本大漢, 新國來使求見 新國的參與部隊不肯歸降 還派使者來見我, 甚麼事? 夏邦自知冒犯大漢天威 罪該萬死 特現上祖傳明珠一合 懇求大漢息怒 這盒明珠是畢邦的鎮國之寶 恨求大漢此拿 收下 大漢肯答應我們求和 夏邦甚敢恩德 誰答應你們求和 我一頭就會發兵套罰你們這幫金狗 來人, 把他們拉出去 大盤饒命… 就算有這些珍珠 可以多活一天嗎? 就算有這些珍珠 把我的弓箭拿來 大漢, 我求你放了那隻雕 我… 我…我真的老了 郭敬, 我現在統治了土地 從東到西要走一年 你說古今的英雄有誰能比得上我? 大漢天威所致, 的確前無古人 但是… 但是甚麼? 但是大漢你知不知道 你個人的勝利是憑甚麼晃回來的? 是千千萬萬的白骨 和千千萬萬的孤兒寡婦的眼淚 大漢天 你敢罵我? 大漢, 不錯 是你養大我的, 也是你逼死我娘的 這些私人的恩怨現在不用提了 我只想問你一句話 人死了以後, 所葬的地方到底有多大? 這麼大? 對, 你殺了那麼多人, 佔了那麼多地方 最後所能得到的就是這麼點地方嗎? 你殺了那麼多人, 佔了那麼多人 死我, 佔了那麼多人 大漢, 你快去歇著吧 剛才我所說的話, 請大漢千萬別見怪 佔了那麼多人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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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了武功只是用来杀人 那学里有什么用呢 静哥哥 不要难过 我们回到桃花岛 以后就不会再有刀光学影了